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点点思考,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翻滚吧,基因编辑 二,从遗传法典到政治争议,Chris Baird的历史 三,基因剪刀的精确与挑战,Chris Baird科学解析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翻滚吧,基因编辑 好吧,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让生物学家们兴奋不已 同时也让伦理学家们叶不能昧的话题,基因编辑 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充满Chris Baird科酒 基因剪刀和DNA剪辑队的奇妙世界 首先,让我们回到过去,不,不是恐龙时代那么远 而是2012年,一个科学界的里程碑年份 Jennifer Doudna和Emmanuel Charpentier两位女士 可能在喝着咖啡的时候,无意中就改变了整个世界 他们发现了一种叫做Chris Baird科酒的系统 这不仅仅是一个听起来像是未来飞船名称的术语 而是一种可以精确修改基因的工具 想象一下,就像是生物学的Ctrl加F功能 找到DNA文本中的错误,然后用Ctrl加V粘贴正确的序列 是不是很酷? 但是,这个发现并不是没有前奏的 Chris Baird科酒其实是细菌的免疫系统的一部分 用来抵御病毒 你看,即使是微小的细菌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它们有自己的反病毒软件 而我们聪明的科学家们则是黑客 找到了这个系统的后门 将其用于更广泛的目的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翻滚吧 基因编辑 这个概念 基因编辑的可能性让人们的想象力翻滚起来 从治疗遗传性疾病到改良作物 甚至是创造荧光宠物 是的,这是真的 但是,就像所有强大的技术一样 它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 我们是否应该修改未出生婴儿的基因 我们是否有权力创造定制宝宝 这些问题就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但现在它们是现实中的挑战 有趣的是 基因编辑也让我们面临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比如,科学家们在尝试用 Chris Bear改良番茄的时候 意外地创造了一种味道更好的番茄 这让我想起了那句老话 生活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在基因编辑的世界里 这句话可能要改成 基因编辑就像是一盒Chris Bear工具箱 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创造出什么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 尽管基因编辑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必须谨慎地使用这项技术 确保我们的道德指南针 不会因为科技的飞速发展而失去方向 毕竟,我们不想在未来的某一天醒来 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有荧光某统治的世界 对吧 所以,亲爱的学者们 当我们在基因的海洋中翻滚时 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尊重生命的复杂性 并且对我们所持有的这把 能够重写生命蓝图的钥匙 保持敬畏之心 现在,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基因编辑的未来会带我们去往何方 只要记住 不管科技如何进步 最好的基因编辑 还是那些发生在自然选择的舞台上 毕竟,谁能比自然母亲 更懂得创造完美的生命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从遗传法典到政治争议 Chris Baird的历史 各位亲爱的学术冒险家 今天我们要踏上一段 既精心动魄又充满争议的科学之旅 这趟旅程的主角 是一位名叫Chris Baird的明星 全名是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听起来像不是一个高级的法国猜民 就是某种秘密组织的代码 但实际上,它是一种革命性的基因编辑技术 让科学家们能够像编辑文字 一样编辑生命的基因 Chris Baird的故事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当时的科学家在细菌的DNA中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重负序列 这些序列之间有一些间隔序列隔开 这就好比在一本书中 发现了一些重负的句子 而这些句子之间夹杂住一些 看似无关的文字 当时的科学家们 可能就像是在看一本外星语言写成的小说 完全不知道这些序列是干嘛的 直到2000年代初 一些聪明的头脑发现 这些间隔序列其实是细菌 用来记录病毒信息的免疫记忆 这就像是细菌自己的小小FBI档案库 记录住所有曾经攻击过它的病毒的指纹 当病毒再次来袭时 细菌就能够迅速辨认并启动 Chris Baird系统 派出一种叫做Karjo的基因剪刀 去剪切病毒DNA 从而保护自己 这个发现就像是在科学界投下了一枚炸弹 随后在2012年 Jennifer Doudna和Emmanuelle Charpentier 这两位女性科学家将Chris Baird 卡9技术应用于基因编辑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这就好比给了科学家一把万能钥匙 可以打开生命遗传的大门 进行各种改造 当然 随着Chris Baird技术的发展 也带来了许多伦理和政治上的争议 一方面 科学家们兴奋地想象中能够治愈遗传疾病 提高作物产量 甚至是创造超级人类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人们也担心这项技术可能被滥用 比如创造基因改造婴儿 生物武器 或者对生态系统 造成不可预知的影响 最具争议性的事件之一 发生在2018年 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称 他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对 Chris Baird基因编辑婴儿 双胞胎女孩 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引发了一场关于科学伦理和规范的全球性辩论 贺建奎的行为 被广泛谴责为科学界的野蛮行为 并导致他被判刑三年 总之 Chris Baird基础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既有助无限的潜力 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科学的力量 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挣扎 未来Chris Baird将如何影响我们的世界 还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和责任感来共同输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基因剪刀的精确与挑战 Chris Baird科学解析 各位亲爱的学术探险家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让生物学家们像是拥有了超能力的工具 Chris Baird 也就是那个被称为基因剪刀的科学奇迹 这个技术就像是生物学界的瑞士军刀 功能多道让你不禁想问 这东西真的合法吗 首先 Chris Baird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某种脆脆的早餐卖片 但它其实是一种精确的基因编辑技术 Chris Baird全名是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这名字尝到足以让任何人舌头打劫 所以我们就简单叫它Chris Baird吧 Chris Baird系统是从细菌那里偷来的 对 你没听错 就是那些可能让你感冒或者食物中毒的小家伙 细菌用Chris Baird来对抗病毒 就像是他们自己的免疫系统 科学家们看到这个眼睛一亮 想到了可以用这个系统来改造其他生物的基因 Chris Baird的工作原理很像是文本编辑器的查找和替换功能 它可以找到DNA序列中的特定部分 然后像是使用剪刀一样切掉它 有时候还能够插入一段新的DNA 这就像是在生命的源代码中进行错误更正或者添加新功能 但是就像任何强大的技术一样 Chris Baird也有它的挑战 首先虽然它很精确 但有时候它也会在不该剪的地方剪一刀 这就像是你试图修剪你的花园 结果不小心剪掉了邻居家的玫瑰 这种拖把效应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 再来 就算Chris Baird捡对了地方 有时候修复过程也会出错 就像是你试图修补你的牛仔裤 结果却变成了一条时尚的破洞裤 这些意外可能会导致基因突变 甚至可能引发疾病 最后就是伦理问题 Chris Baird让我们有能力去改变被出生的婴儿的基因 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应该允许设计婴儿吗 我们应该允许用Chris Baird来增强人类的智力或肌肉吗 这些问题就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但现在它们是真实的道德挑战 总之Chris Baird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它有潜力治疗疾病 改善农租物 甚至帮助我们对抗气候变化 但就像所有降大的工具一样 我们必须谨慎使用 否则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基因的森林中迷了路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有人提到Chris Baird 你可以微笑地想到 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上的突破 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谨慎探索的新世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基因改造的伦理迷宫 社会人文探讨 各位听众 学生 网络上的知识探险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一个 让人既兴奋又头疼的话题 基因改造的伦理迷宫 这个迷宫里 每一步都可能踩到科学的地雷 或者撞到伦理的墙壁 但别担心 我们有知识的罗盘 就算迷路了 也能找到出口 首先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基因改造 简单来说 就是科学家们玩起了生命的乐高 把DNA这些生物的基本件珠块拆开 重组 甚至加入全新的部件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在玩上D 嗯 这正是伦理讨论的起点 基因改造技术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从农业上的转基因作物 到医学上的基因疗法 再到最近让人议论纷纷的人类 佩胎基因编辑 每一项应用都像是一条 通往未知世界的小径 诱惑着我们一探究竟 在农业上 转基因作物可以抵抗病虫害 提高产量 乍看之下是解决世界饥饿的神器 但是这些作物是否会影响生态平衡 会不会产生超级杂草 会不会让农民变成种子公司的奴隶 这些问题就像是迷宫里的分岔路 让人不知该往哪边走 再来看看医学上的基因疗法 这可是一条救命的捷径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修复遗传疾病的基因 那么许多病痛不就消失了吗 但是 如果我们开始选择孩子的眼睛颜色 智力甚至是性格特质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 设计婴儿的超级市场 这个市场里 道德和公平的价钱是多少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最具争议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 2018年 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称创造了 世界上第一对抗HIV的基因编辑婴儿 这消息犹如在迷宫中扔进了一枚烟雾潭 世界各地的伦理学家 生物学家 政策制定者 都在试图穿过这层烟雾 找到立足点 这件事情让我们不得不问 我们应该如何平衡创新和规范 我们的道德准则是否需要随着科技的进步而进化 基因改造的伦理迷宫里 每一步都充满了未知和争议 但正如迷宫的设计初衷 只要我们持续探索 讨论和反思 最终我们会找到出口 或者至少 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学到更多关于生命 科学和人性的知识 所以 各位勇敢的探险者 准备好你们的问号和感叹号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迷宫 寻找答案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最后 我想对大家说 基因编辑是一个令人兴奋 又充满挑战的领域 它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机遇 但也伴随着许多伦理和道德的问题 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个技术 同时保持开放的思维 积极参与讨论和辩论 所以 我邀请大家一起加入这个充满活力的讨论 你对基因编辑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应用这项技术 你担心哪些伦理和道德问题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迷人又复杂的领域 为我们的未来做出明智的决策 记住 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参与的对话 因为我们的未来就在其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